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射雕幕后人员曝光肖战 透露肖战起码戏份没用替身,超级敬业 近日,肖战影视剧多点开花 在射雕系列新电影领域 有一位幕后工作人员站出来曝光肖战在剧组工作时候的状态 不看不知到一看吓一跳 肖战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学会了骑马 在骑马戏份的时候 肖战根本都没有用替身 甚至还双手脱僵 潇洒自如 非常厉害 值得一提的是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归根结底离不开肖战背后努力练习 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实力派演员 据悉,射雕电影一位幕后工作人员站出来曝光了肖战的拍戏状态 在这位工作人员眼里 肖战非常敬业 甚至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骑马戏份的时候 肖战都没有用替身 一直都是亲力亲为 这就是演员肖战的态度 敬业,努力,勤奋,不怕吃苦 说到这里就想分享自己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情况 很多电视剧,电影在拍摄过程中 很多演员连骑自行车这样的容易戏份都要替身 或者说弄假 说起来也是很搞笑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被肖战的敬业态度所打动 话又说过来 肖战一直都是这样 无论自己名气有多大 在剧组的话语权有多重 肖战专心致志努力拍戏的态度更古不变 在肖战的拍戏途中 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 很多人选择逃避 肖战选择迎难而上 努力克服 总之祝福肖战 话不多说 期待肖战的新电影早日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肖战值得支持 希望肖战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期待再创佳绩 肖战顺顺利利 越来越好 《藏海传》官宣海报 一张照片便说尽一声 不同的人看到有不同的感受 肖战新剧《藏海传》的官宣海报 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这部剧中 肖战饰演的角色藏海 与他之前塑造的形象迥然不同 从文雅温和道怀着血海深仇的形象转变 让人们对他的表演充满了期待 海报所呈现的画面不言而喻 《藏海》的眼神中蕴含着隐忍、愤怒、仇恨、谋算以及谨慎于狠辣 虽然没有一句言语 但这眼神似乎道出了他一生的沉重 有网友形容道 你的身上有血的味道 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藏海》这个角色所承受的苦难与复仇的使命 从海报中可以看出 《藏海》的复仇之路并不平坦 而且充满了家族、血脉之间的恩怨情仇 起初的血海深仇就源自他亲人的牺牲 这一滴滴血都成了他复仇之路上的痕迹 《藏海》的眼神仿佛深刻地诉说着一生的心酸 他究竟是在思考着棋局 还是心细着苍生 他的眼中泪水是否象征着内心的挣扎与无奈 值得期待的是 肖战对于这个角色的演绎能够带给观众怎样的震撼 《藏海》这个角色的性格与之前塑造的形象完全不同 这也让人更加期待他的演技挑战 只是一眼之间就能感受到《藏海》的一生 这种表现力背后必然蕴含着演员深厚的功力与情感投入 另外,人们也迫切期待着剧集的播出 肖战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官方海报 并配文,于暗处观望,藏于危机之中 这句话透露出了《藏海》的不易与危险 而肖战的转发也让人猜测 离正式播出的时间可能已经不远了 肖战在剧中所饰演的《藏海》 无疑将是他演艺生涯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次的角色转变不仅是对他演技的挑战 也是对他影视形象的重新塑造 观众们对于他在《藏海》传中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也希望这部剧能够为他赢得更多的认可与贺彩 从娱乐圈的角度来看 肖战这一次的角色转变也体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成长与突破 在之前的作品中 肖战展现了出色的演技 但《藏海》传这个角色的性格转变将为他打开新的演艺空间 也让观众更加期待他未来的表现 肖战的转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其他明星的角色选择的思考 在娱乐圈 明星们常常会因为塑造了某个形象而被观众所定型 但肖战此次的角色选择表明 演员们有时需要挑战自我 去尝试与之前不同的角色 这样才能不断地突破自我 提升演技水平 总的来说 肖战新剧《藏海传》的官宣海报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人们对于他在剧中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他将如何演绎这个充满仇恨与复仇的角色 以及如何突破之前的形象将成为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同时 这也为其他明星们提供了一个思考角色选择与挑战自我的机会 新京报曝光国产剧行业图鉴 肖战包揽话题榜前二 爆款太经典 近日新京报官方曝光了当代国产剧的行业图鉴 涉及传媒、制造、消防等各行各业 青年演员肖战凭借主演的经典之作《余生请多指教》成功登上话题榜第一位 紧随其后的是焦阳伴我 肖战艺人包揽话题榜前二 这就是肖战的优秀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主演的爆款都非常经典 无论是余生请多指教还是焦阳伴我 各种类型的角色 肖战游刃有余 据西新京报曝光国产剧行业图鉴 肖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凭借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和焦阳伴我两部 经典之作成功包揽话题榜前二 都是观众们认可度非常高的经典之作 也是当之无愧的爆款 深受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和支持 对于肖战来说 不难发现肖战陆陆续续创造了非常多经典之作 每一个角色都让观众们记忆犹新 流连忘返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都在评论区和话题下为肖战送祝福 看到肖战荣誉不断 捷报频传 都特别开心 这是肖战正常的发展状态 也持续很长时间了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就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也是问心无愧 光明磊落的正能量偶像 无论如何也诋毁不了 总之恭喜肖战 这是荣誉和认可 也是激励 希望肖战不忘初心 坚定脚步 继续努力在接下来的演艺道路上 再创佳绩 肖战新剧和新电影都要陆陆续续 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期待已久 不见不散 肖战很牛 是优秀的实力派 品牌曝光肖战创造百年一遇历史 成首位全球代言人 待遇鼎沛 近日肖战代言的品牌频频传来惊喜 其中Gucci非常耀眼 殊不知还有一家品牌 维基伍德也在线曝光肖战创造百年一遇历史 肖战成为该品牌200多年来首位全球代言人 这就是肖战的实力和人格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在各大品牌心目中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待遇鼎沛 让人非常羡慕和佩服 据西威基伍德品牌官方曝光肖战创造百年一遇历史 肖战成为该品牌200多年来首位全球代言人 这就是肖战的地位 另外品牌方和Gucci一样 也安排肖战涂鸦墙 这也太有趣了 品牌之间也开始内卷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绝对配得上这样的顶配待遇 出道至今这么多年 肖战的表现从来都没有让观众们失望 一直都在创造历史 创造佳绩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感谢 也都在用实际行动来支持肖战的代言品牌 这是大家一贯的态度 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改变 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更是一位值得信任的正能量偶像 支持肖战的代言品牌 影视剧和舞台盛典无可非议 总之祝福肖战 还是那句话 肖战配得上 希望肖战继续努力 看起来肖战的发展前景还是一片大好 目前肖战的发展状态极其火热 相信肖战可以延续下去 在接下来的演绎道路上 再创佳绩 肖战很棒 顺顺利利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